下一題 這個我們前面類似題做過了 我當初就跟你講 這個杯子在這裡 有人問桌面承受的壓力 有人問杯底承受的壓力 桌面承受的壓力 要用P等F除以A 杯底的壓力一壓 要用P等H乘以D 還有人會問第二種問題 叫做總力 全部的重量 全部的力量有多大 桌面承受的力量誰大 杯底承受的力量誰大 還有變形 怎麼變形 這三杯原來一樣高 然後呢 放個鐵塊下去 高度有變化之後 同樣再來問你一些問題 那這邊問的是個比較簡單的 三杯一樣高 請問你杯底承受壓力誰比較大 我再說一次 杯底承受就是液體壓力 公司的計算方法要做P等於H乘以D A等一滴 剛才是 剛才是找到一個帥哥 現在換一位美女 十三 十三號 十三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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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 統治裡面裝密度0.8的酒精深度150公分 你意念下120公分 有個小洞 洞的面積是3平方公分 請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小洞的側壓力 這題就是問小洞那邊裡面的酒精推出來的壓力 向外的錘子壓力有多大 公式P等於HD 請問您 那邊的洞口的 因為酒精的液體產生的側壓力 有多少 有多少 24 24 24只有3 21已經不在了 25 25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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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錯了 3 剛剛跟你講過了 那個側壓力就是酒精的垂直氣氛的壓力 公式叫做P等於H乘以D 然後呢 H深度上面說液面下120公分是120 酒精密度0.8 所以乘以0.8 所以算出來呢 叫做每平方公分96克重 好 現在呢我想要把它堵住 用你的手壓住堵住 請問你最少要視力多少 來做吧 手壓下去 有一個往裡面的壓力 酒精有一個往外面的壓力 要剛好堵住要怎樣 兩個要怎樣 相等 問題是 裡面的是酒精 公式可以用P等於HD 後面用手壓 要用什麼公式啊 P等於F除以A 所以就是外面的F除以A 等於裡面的F乘以D 那就做出來了 OK 請問你停車戰艦問答案多少咧 答案是多少咧 可愛小女生No.1 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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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啊 幾例多少 幾例多少 288 請坐 剛剛跟你講過了 剛剛跟你講過了 做法就是 外面施力的壓力 要等於裡面的 裡面的液體壓力 外面壓力要用P等F除以A 外面裡面壓力要用F乘以D 好所以 算一算 剛才96剛剛算過了 F除以A 面積是3 所以答案叫做2分2分 好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 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公式背下來 P等F P等H乘以D 然後呢 代定器就可以算出來了 但是一個觀念上要注意 我講過了 剛剛講過了 內部一點的壓力 四面八方 在氣壁是垂直氣壁 深度越深壓力就會越大 就是前面騎士波的重點 OK嗎 OK 很好